欢迎收看本节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我是主播吴刊伟 美国股市交易扩大 试图缓解连续两天的跌幅 平盖股率先飙升 带动了道琼指数盘中上涨350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也随之收高 纳斯达克指数则连续四天下跌 平盖股大幅上涨 带动整体经济拉抬 道琼工业指数及各类台股纷纷开高 重新站回半年线之上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高164.7点 至24962.4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高2.63点 至2703.96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低8.14点 至7210.09点 费城半途体指数收低3.27点 至1322.08点 在联准会公布的1月份会议记录中 显示突破的情况目前官方相当的重视 且不排除于2018年内升息四次 而分析师表示若市场利率突然快速上升 将会造成明显的波动震荡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武刊伟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